在荧幕上陈伟婷给人的印象是硬朗帅气的硬汉 近日他参加了综艺向往的生活 在其中却一反常态变成了可爱撒娇男 净显反差萌 在节目中陈伟婷接地气的身处路边摊 开启吃货模式吃面条 他一筷子下去半碗都没了 吃完面陈伟婷又带着妹妹张子峰辗转水果摊 新满意足买买买的陈伟婷结账时得知超出预算 他便化身砍价能手 开启撒娇模式向店家软磨硬泡 反差搞笑形象让人捧腹不已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